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这个节目 那我们今天去到10月11日的凌晨时分了 那双十呢,当然了,台湾就是中华民国1113年的 他们看到很多人看到庆祝国庆了 那我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那当然了,留待,明天我朝着我睡醒之后 和阿杰斯录影的新桑海神舟和大家再讲了 那我答应和大家讲的东西,比如关于祖国论这些东西 我都会在新桑海神舟和大家分析的 希望大家在周六能够留意播出的影片 希望大家给多些个留言和分享给同好 也希望大家继续留言和分享 订阅YouTube、Patreon,看完广告和看完片段 以及利用Super Thanks Function赞助支持本人 多谢各位 继续讲美国大选好不好呢? 因为希望呢,我其实都是用Trump的频率和大家讲 Trump都讲过呢,如果有一天没有做过Ready 没有做过公开活动的话呢 或者没有公开活动的话呢 他会觉得周身不自在的 难道当然了? 现在进入最后直路二十几日时间 冲刺到美国大选的11月5号呢? 提前投票,很多州也都陆续分别开始提前投票 希望大家能够把握美国的选民 把握自己投票的权利 当然,每天的新闻我们都会讲的 目的不是干预选举 而是希望提供更多的资讯 真实的资讯给大家去做选择 那今天呢 我就是十月十日呢 今天下午呢 其实大家看回我面书 Facebook都知道了 就是余某春 就是美国的 关于国家安全的首席顾问 就是来到这个台湾 那么要你出席呢 就是我经常上的一个节目 就是廖小军的节目 realtalk里面是做直播 那么我也将有关的影片 放在Facebook里和大家分享的了 那么最后我都问了一些问题的 问了些什么 那大家看回片 我问了些什么 也都我和一些香港的朋友 和台湾的朋友 邀約他们三十多人一起来 全场上百多人 那么相当虚陷 很多人想爭 就是爭着问问题的了 但是时间有限 没有办法问了 那么大家看看余某春 他说了些什么 清心直说 非常清楚 他自己的心绩 那么有机会呢 我再在这个 新桑海神州 或者在本节目 和大家分享 我只是说 有些事情我会在 节目过程中 讲到有关的议题呢 将一些 关于余先生 余教授的看法 和大家分享 我再说一件事很重要的 余教授的公开 证实了我的观点 当年 2019年的七八月 如果没有特朗普 是做了一个重要的行为的话呢 他说 详细的情况 他不可以说得白 OK 这件事是不可以说的 那我都讲过 给大家知道的 其实这件事 我都猜到是什么 就是说呢 制止习近平 血洗 涂成香港 发生香港的六四事件 很多人呢 香港人对这件事呢 就觉得 要是不相信 要是不记得 要是不感恩 好了 不相信的一大堆 相信了 又不记得的 有一大堆 记得了 又不感恩的一大堆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我可以说呢 如果没有当时特朗普的行动呢 我 不会在这个地方 和大家在做一个节目 我不知道 上帝会怎样审判我 肯定 不在人间 再不要说杰斯 再不要说其他人 连坐牢的机会都没有 就不要说你们各位 无论你们在香港 或在哪个地方都好 所以我觉得 不记得 不相信 不感恩 就会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香港人 看到很多左派的KOL 这些左派的KOL 不是等于他亲共的 但他们整个思想是左交 左交的KOL 就完全是 一是不相信 一是不知道 一是不感恩 或者不记得 不感恩 最后结果就是说 对于特朗普 哇 天天骂 骂 骂足这么多日 哇 这样真的非常奇怪 一个问题 你们可以不支持特朗普 左交 不需要一定支持特朗普 因为特朗普是右派 但我想有一件事 要基本 你把特朗普 骂得好像一民不值 那样 是不是正确的做法 大家有时候反省一下 我会觉得大家会好很多 如果有兴趣知道 袁某昌怎样说这件事 看回廖小军的节目 台湾是很精彩 因为很多重要的人物 可以来台湾做Live Show 而且全为中文的 即是华语的 大家看回那件事 如果大家有兴趣 他说的华语非常清楚 一个重庆人 真是非常难得 他还今天说 即是他那个地方去 一个四川的 即是这里有四川菜吃 这个四川菜 其实台湾四川菜 做得没有真是正宗很好 他说 你吃不吃得辣的 我重庆人 说完了 做一碟给他 他就觉得很辣 真是很辣 真是很难得 因为美国吃辣的 都比较罕见一点 不过余某昌自己 亲自下厨 也有回两手 详细的怎么样 我们稍后有机会再说 说回美国选举 美国选举出现了一些 比较突出的现象 我连续两天都说 特朗普是占近优 占近一个优先的地位 无论很多各方的民意调查 都会看到这一点 当然左派的民意调查 一直都是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手法来呈现 正在我会说到 但你会发觉到 即使左派的媒体 一些资深记者 《时代杂志》的特约编辑 Mark Halperin 就是你叫何柏林 他日前透露 这个是一个资深记者 在左派的媒体《时代杂志》任职 根据他掌握的最新数据 就是民主共和两党内部人士 都认为 特朗普的胜算机率正在大幅上升 再说一次 他的胜算机率正在大幅上升 而Harris可能在六个关键摇摆州 六个州失利 根本上是输了 Fox News就说 何柏林就是Mark Halperin 在媒体平台2way的直播节目中说 过去48个小时中 我和特朗普阵营 和掌握民调数据的民主党人交谈 他们对于特朗普的胜利选举的前景 都极为乐观的 他指出Harris的选情正在下滑 形容他的竞算活动是一场实验 面临诸多挑战 他说 你能用一位缺乏经验的候选人 赢得一场短期选战吗? 我所获得的内部民调显示 他现在面临严峻考验 另外 在另一方面 New York Times 另一个左派媒体 最新的民调 始终坚持 Harris 在全国范围内 以3个百分点 领先Trump 但只是以3个百分点 以前说5、6、7、8 没有了3 而这个差距 只在民调误差范围内 赫克林指出 Harris 阵营希望能够有至少4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 才能够确保胜选 其实这件事 全部的民意调查都是做出来 我认为2016年的时候 Trump 是在输给Hillary Clinton 输是民意调查 不是真实选举 民意调查 输给Hillary Clinton Harris 17个百分点 是Wisconsin 然后 最后的结果是 Trump 赢了Wisconsin 当然赢了其他 大部分的州 也获得了总统的保座 这是第45任总统 所以这个民意调查 可以差17% 事后Trump 问这个民意调查机构 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说这样才能够使得 那些保守派 或者右派的选民 觉得绝望 而不投票 这些就是那些tricks 那么今时今日 是怎样呢 他做不到数出来 如果你做到 Harris大幅抛尼Trump 又怕人们不投Harris 你搞到叮当码头 就调到Harris的票出来 所以民意调查 有一个动机在 先做这些事情 但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 就是Harris大幅落后Trump 而Trump 也在最近 Pansylvania的一个造势活动 都说 I should not tell you about this I shouldn't tell you about this 说我们现在赢很多州 甚至是一些传统的南州都赢 所以我现在不说太多 给大家知道 但是呢 我只是说我们落后一点 是终于落后一点 大家投票了 这个就是他要传达的信息 这个就是选战 OK 更加令民主党忧心的是 《华尔加日报》 《Wall Street Journal》报导 在Wissonson 反而落后Trump 三个百分点 喏喏喏喏 说得白点 如果 Wissonson 阿里萨纳 Georgia 和North Carolina 都是Trump 手上 现在这四个地方 按照民主党 按照文章 全部都是Trump 占优的 甚至Trump 输了Pansylvania 输了Majigan Suma Nevada Trump 召赢 超过270票 OK 那你说这个情况是怎样呢 你看民主党的内部民意调查 在这个Boltwin Tammy Baldwin 是民主党联邦参议员 Senator 在Wissonson的Senator 内部民意调查 显示 Harris在这个Wissonson 州落后Trump 三个百分点 Let's see OK 如果Wissonson 是陷落在Trump 的手上 基本上Trump 的胜算是非常稳 这个更加加强了民主党 做票的动机 那会不会做做票的决定呢 和行动呢 Let's see 那我今天就和余某春谈过这个问题了 他就比较乐观的 他就认为现在呢 要做票的空间呢 相对难 他就说谁知一个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听到这个消息都挺有趣 就是说呢 2020年你知道一直的美国选举 除非你Trump 当选 共和党控制两院 修改有关联邦的选举法例 现在所有的美国的参议员 众议员或者总统府 总统的联邦选举 其实是每一个州的选举 根本没有联邦的中央选举委员会 没有这个东西的嘛 美国没有的 是每个州自己去看的 但是由于这件事呢 就是2020年的选举移运 就是这个叫做做票移运 相当大 那其实最后我都说过了 Trump 正如余某春 和我都耳口同声说过 Trump 之所以是 没有办法用司法去申请 其实和这个Bill Barr很有关系 也和很多地方的官司 不让他入没有standing 你没有原告的识格性有关 那也都很多的司法官司 也都不会继续 然后呢 就是说不想去叫停 这个所谓的certification 也都不正待司法判决 司法个个落习之后就完 这件事的话呢 如耿再合啊 就是令到Trump 很多事情就怀疑 而跟着整班左媒 和民主党人士 包括那些Nancy Pelosi 就说呢 你一旦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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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有选举 你一旦怀疑 我说Rate the election 就是呢 Dictator 就是不尊重民主 跟着呢 censorship 你一旦怀疑 哪个说出这些东西 全部拘捕 哇 多有这种架势 说完我拘捕 是不是真的拘捕呢 没有 但这种 近似共产主义 拘捷 拘捷第一修正案 保障的言论事由 是很厉害的 是不是 人家有没有 insurrection 去推翻 第46任 总统 拜登 You can see 接着很多人说 你国会山庄 你基本上失败 所以不敢推翻 如果你要推翻 就继续 堵路 宵夜 整个好像小丑 那个电影 那样 无政府主义 大暴动 没有 四年来没有 那我们是不是尊重 这个选举结果呢 不是 不满意的 但我们只是说 不想希望美国乱 因为这样 对谁最有利 对中共最有利 是一个不好的决定 可能是上帝给我们的考验 所以到第47任 总统的选举的时候 我们要更加提防这件事 而据有余某春教授的看法 他说这件事 我想在各大摇摆州 双方的政党有很多人物 都看着这些事情 就是说现在开始这个提前投票 基本上呢 他认为 他不说好洗字 给我听 他认为就是说 做票的机会 远远低于从前 远远低于从前 我呢 就未必有他那麽大的信心 那我就只是说 大家就是每一个州的选民 尤其如果你们在摇摆州 我希望就是说 循正当的途径 合法的途径 我不是叫你做违法的事 循合法的途径呢 去监督这场选举的公正性 那你说很多东西 譬如Dominion 有些人我们在现场 有人问到 这个点票机 会不会是一个大问题呢 那不能排除的 是吗 有很多东西 就是说很需要 有一种double check 就是说你今天有点票机 但是也都需要有人去读的 那这些事情 如何公正处理这件事呢 每个州现在上紧法条 因为你记住 如果有州 因为票数太接近 而出现乱局的话呢 整个矛头是指向 你个州的选举委员会 OK 是你个州本身的选举的制度 那这件事 每一个州 其实都不想有这个骂名 大家都希望有个公正的选举 我就不像拜登说到 一定是一个free and fair election 没有一定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钦实这件事去看 OK 但是我们会呢 到现在我听下余某春今天 这么跟我说 我会稍微有点信心一些 但我觉得没有完全的信心 也希望各位 如果在美国的话呢 能够好监督这场选举 尤记的幽灵的人口的 非半州的人口的 幽灵死了的人 非半州的人口 即是你其他州的人来投票 一些不知所谓的 中票的疑魂的 这些如果有的话 一定要举报 及早去处理这些问题 OK 这个是我很郑重的呼吁 如果没有的 当然OK 是吧 我们不是专找美国麻烦 但是美国这些问题的话 我就跟余某春说 台湾的选举制度 可能还是美国的榜样 这个地方极大改革 OK 那现在你看回呢 就是 刚刚说回这个赫柏林了 他说没有威斯康辛州 就没有胜利的可能性 他说威斯康辛州 和墨西根州的选情 对于这个賀錦麗 即是Harris 来说呢 比先前预期更加严峻的 赫柏林在节目中 和这个前特朗普的政府的白公发言人 Sean Spicer 和民主党政治策略师 Dan Durantin 讨论的时候 这个鲍德温 就是公开这些民调数据 实际上是向民主党发出警讯 刚刚说的Dan Durantin 就附和说 这样做是为了拉向警暴 向全党发出警讯 那为什么发向警讯 因为有真实他们自己党的人 调查的数字 发现不行 不行的话 都不会说出来 是不是 拉向警暴 即是有问题了 你想想 如果不是这样 你不是在输 怎么会拉向警暴 怎么会发出警讯 如果你赢紧的 赢紧的 请问你为什么要发出警讯 So they know deep in your heart they know that they are now losing and they want to get something back get they want to win 所以他现在发出一个 cautionary note 给大家一个 alert 要做一些新的事情 他说 面对部分支持者的質疑 赫帕林就说 如果你们只想自欺欺人 我建议可以看 MSNBC的黄金时段节目 那里会告诉你们 Harris的选情多好 但如果你们想了解真实的情况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为你们揭露 他强调最新的内部文调显示 卡马拉哈里斯同志 真是遇到大麻烦了 因为他都是帮他的 这个人不是右派的人 时代杂志左派 华尔街集团的一个重要的报纸 其实他们本身是基本上说 Harris遇到很大的麻烦 赫帕林最后预测 Harris恐怕除了Nevada之外 在所有摇拜州都面临失利的风险 Nevada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寄一大堆的邮寄投票给你 即是说 除非你opt out 基本上你Nevada 即是拉斯维加斯那个州 你所有的选民都会收到任机的选票 那你这样搞法 就是很多种票移民 那他基本上 两党的内部文章 他看完之后 他发现 Nevada那里只有六张选举人票 其他Arizona十几张 十一张 接着Persilvania十九张 North Carolina Georgia一大都十几张 接着Wisconsin十张 Michigan十五张 我记得大概这样数 你这样的情况之下 Nevada你输了都没所谓的 在所有摇摆州 其他的六大摇摆州 Trump全赢 接着 赫帕林就说 我不是说他一定会输完六个州 但他确实处境堪虞 即处境堪虑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OK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显生这个问题 就是Harris 哪些人在那里 不断想做一些东西呢 就是左派的民意调查 他怎么说呢 我不公布摇摆州 他们那些所谓的 或者将选民在不同的sector 比如说 你是不是Hispanic 你是不是Black 你是不是男人 是不是女人 你尽管看这东西 另外想起什么呢 就好像你看回周星馳 《喜剧之王》那部电影里 那个说 你做张柏芝 那时候他张柏芝做的角色 就是做鸡的嘛 那你见到那些嫖客来 那些嫖客 噁心的话 那你都要笑面迎人的 做鸡都要这样做的嘛 不然怎样有生意啊 那你如果觉得那个样子丑的话 那你就 集中看他的眉毛 眉毛丑的话 集中看他的眼睛 眼睛都不行的 有眼屎的 就是看他鼻 鼻有鼻毛的 那就看他嘴 嘴都不行 看耳朵 不可以看他腮 不是不腮的 就是这个下巴 OK 这个就是 现在这一帮这样的调查公司 做着的 看下 那些Hispanic men Hispanic women 黑 women 他这样看的 看下他支持 他叫Harris 哇 这个又支持Harris 那些年轻人又支持Harris 你想想 和那部电影讲的东西 是不是很类似的 就是我觉得这些人就是专门 shift the focus 是吗 我读一段新闻给大家听 譬如说 路透社和伊普索 即Ipsos Rotas和Ipsos 的文章结果的分析显示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这个是Harris 已经抹杀其共和党的对手 Trump 在堪称美国社会广大中间的交区选民 和中委数收入选民间所享有的优势 又看一部分 今次不讲其他 就讲Countryside 交区 那怎么定义交区呢 即任得来的 什么叫中委数收入的选民 这个任了 那怎么说 尽管美国的大选总统 其实很简单 例如 LA 很大 LA非常大 整个台湾这么大 LA 它是Countryside Orange County 是Countryside 是吧 即是 例如说 有个Riverside 那是Countryside 是吧 例如说 Countryside有很多 例如说 这个 Virginia Virginia 那么大 你在Richmond 那个 基本上是他们的 主要的行政中心 这个城市 旁边小小的地方 很多人住 那是Countryside 那怎么定义 什么Countryside 什么叫交区选民 本身就是一个 可以操作的概念 所以我就说 很多人看这些新闻 要过脑 就不可以说 那些左媒 其实每个新闻 都是情绪性的 主观性的羞辱 Trump 但是你想 你拨开了 这些情绪性的exclamation 你看回里面 一些很真实的资料 你发觉到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美国的文情 绝对不是这样的说法 那么 尽管美国总统大选 选情依然交着 但Harris 自接退选的 拜登和共和党中东 候选人Trump 对决以来 始终是上面的 两大群体中 保持领先的 即始终保持领先 始终保先 那么交区选民 是弱占 美国选民的一半 它的种族结构 一如全美般多元的 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那么 拜登在2020年的时候 在交区选民 以六个百分点 击败Trump 根据拜登退选之前 在今年六七月 进行的路透社 和伊普索的民意调查 那么 川拜两人 在这个交区选民之中 支持的是43 对40 即是Trump 赢拜登 三个百分点 但是 随着Harris 取代Trump 披挂上阵 双方差距开始拉大 今天47 Harris Trump 41 都赢6点 前后相差9点 很厉害 是吧 就是自我high 一下 同时 在家庭年收入 约佔全美中美数 五万至十万元美金 比较是五万至十万元年收入 其实很多香港人都超过这个数 OK 即五万至十万元美金年收入 你说真的 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数字 OK 其实不算是好的数字 Trump在原本的44% 领先拜登的37% 沦为以43% 落后Harris的45% 同样是9个百分点的翻转 你看看多厉害 这些叫自high 因为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是看一样东西 一样东西 都就是基本 你不需要比较这些东西 你就是做民意调查 在那个州的民意调查很清楚 OK 这一点就是他一直都很基本上 不肯说的 OK 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而且Trump也都承诺 他这个是 做势的时候 他认他说出一点 他要争取海外美国人的选票 因为共亚党和Trump 一直都坚持一个原则 就是减税 减税 你如果真的需要钱 争取海外美国人的选票 结束海外美国人的双重奖税 这件事可能是张五常 不知道是深圳还是香港 可能是福音来的 我不知道这样会对比他重新 基本上就不需要再离开了 不需要再离开美国了 是不是这样呢 就是不得而止 综合媒体的报道 根据美国税制政策 在美国境外居住 或者旅行的美国人 仍然必须去美国税局提交报税表 这个意味着在这情况之下 居住在海外的美国人 需要同时去美国和外国政府缴税 造成所谓的double taxation 双重货税 而特朗普在礼拜三竞选 10月9日的竞选声明中表示 他支持结束对海外美国人的双重征税 呼吁选民登记投票 投票给共和党 令美国再次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Emega 对于如何结束对海外美国人的双重征税 特朗普是没有具体的细节 已经讲了这个方向给大家知道 有观念认为 结束对海外美国人双重征税的措施 将会改变数百万海外美国人的生活 并证明了特朗普对经济自由的承诺 有属性内情人士透露 特朗普竞选团队希望结束对海外美国人的双重征税的提案 吸引其中很多的选民 尤其居住在以色列的美国人 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福音来的 是一件好事 希望大家都明白 那你说有没有deficit 这些东西 这是一个方法 你不需要担心这些东西 好了 接着又来了 巨峰是一个大的October surprise 一连两个 一个是四级巨峰 这个是Lin 一个是原来五级 后来变四级的巨峰 Milton 在昨天9号 登陆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Florida 带来了蠔雨和龙卷风 哇 不得了 在当地造成了严重的灾情 目前已经知道 Saint-Lucy County至少有四人死亡 而佛罗里达州全境 超过320万户家庭停电 所以牵涉到人数 可能达到1000万左右 美联社的报导就是说 当地时间 星期三晚间8点半 这个四级游来变三级巨峰的Milton 在Tampa以南 大约112公里的Siesta Key 五幽礁登陆 当时测到的最大持续风速 是每小时205公里的 原先说280的变205公里 相当强 报导提到 在Milton登陆之前 佛罗里达州南部很多地区 受到大雨和龙卷风的侵袭 Saint-Lucy County的警长在办公室指出 当地有四人因为龙卷风不幸离难 而且大部分的地区 佛罗里达州的巨峰隐害地区 基本上停电 刚刚说过数目320万户 佛罗里达州的紧急管理部的部长 净净 净净 佛罗里表示 若有125间文宅 在Milton登陆前已被摧毁 其中大部分都发生在高龄人士的地区 那当然这件事是希望他们都能够予以关心 那我们知道呢 美国是一个非常强引的社会 因为它很广大的教会组织 比如美国的长老教会 也都出心出力 出钱 出力 出人 去希望复原 也都救灾 救人 那另外当时 当地的政府 也都 警察 消防员 应急部队 也都派出来 我们都不能够否认 联邦政府也派出一定的资源 去撥去这个地方 但你要知道 美国不是一个单一的 好像台湾 或者香港这些单一的政府 它是一个联邦的政府 去救灾 毕竟是在当地的郡市的 州政府的重责大任 这个是他们本身有的权限 而且他们也要做这个责任 而更紧要的就不是靠政府 那些华人社会就政府前政府后 有教会 有民间力量 他们互相帮助 很多的NGO 民间团体 义务消防员 义务救活员 帮很多忙 跟着教会 就有很多的力量 在那帮忙 所以美国是一个非常有保险的社会 因为它是一个民间有很多机制 互相work around 不像中国那样 美国当然你说 诶 那究竟 这个是拜登 或者哈里斯 有没有好救灾 他没有救到实位 即是否搞定 譬如2005年 这个Catrina的台风 1392人死亡 现在呢 刚刚过去的海伦台风 230人死亡 基本上是否即是救到位 救到位 是否好行 我想你用这个死亡人数结果 拜登和哈里斯 搞得如何 我想你完全是失去了因果关系的连结 之所以少 是否当地的人发挥作用 而之前没有发挥作用呢 你将他视为拜登和哈里斯 这个联邦政府的功劳 又是否对的呢 我想影响甚微 那么你说这班人第一 应对是比较慢的 应对比较慢的 那么应对比较慢的情况之下呢 你会发觉到 他们是否真是落实到 有关的应对措施呢 还是行礼如意地 给一些有关的 一些 比如水 食物 等等的东西 给有关的灾民 看来是这样的情况 即是他也有给 但是这些东西呢 太迟太慢 而且你要给的东西 当地已经筹集到 资源是不能够充分的 合理的民用 之间的沟通 联络 又是否真的做到位呢 这点呢 都是受很多人的质疑 那么 看看这个情况之下呢 看到10月9日呢 这个哈里斯 即是卡马拉同志 就参加了巨峰 Milton Hurricane Milton的简部会的时候呢 他就说一个尴尬的 hot mic 时刻引发争议 即是热 hot mic 那这个情况是什么呢 你会发觉到 这个是表现的机会 但你又不能说成表演 你会说到 完全和选举无关 你做关心 而你今时今日 总统副总统一起 都要面对这个 巨峰问题 是吗 那跟着呢 发生什么事呢 根据Daily Mail 每日游背的报道呢 事件起因于 在简部会上的一幕 就是这个哈里斯 在online做的简部会 当国家气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即香港港天文台的局长 即天文台的台长 Ken Graham 葛兰姆 就是Ken Graham 正在说明 巨峰情况的时候呢 画面中的哈里斯 突然之间 掩住嘴巴 用收音机捕捉到一句 It's a live breathing 这是现场直播 然后呢 结结巴巴这样 向Florida的人民 发表了预先写好的一些演讲稿 那么哈里斯呢 跟着就向这个 Ken Graham 这个局长提问 要求 你快点告诉我 详细的 巨峰严重程度 即使巨峰Milton 已经由五级 降为四级 现在就是吹习成 变三级了 那么Trump 团队在X平台那里 那里发布的影片 指控呢 Harris 是一个完全是个骗子 暗示他的幕僚 在那里发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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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It's a live briefing 就是阿费登 亲自主持 这个哈里斯 赫金丽同志 就是卡马拉同志 是以 online的形式 视讯的方式 来参与的 会讨论 巨峰Milton的最新洞下 以及 政府是将会如何在风暴口提供援作 其他与会者 包括了国土安全部的部长 马约卡斯 国家气象局局长 刚刚说的 Ken Graham 以及来自联邦 急难管理署的 FEMA 以及海岸防卫队 Cost Guard 以及国家巨峰中心 National Hurricane Center的官员 一位自称独立记者的网友 X平台发文 指控哈里斯的幕僚 在巨峰简部会上 为他提供问题 批评这显示了 哈里斯的明显无能 报道分析说 这个事件发生之際 福洛里特州正是为巨峰Milton 可能登陆做准备 而美国东岸部分地区 仍然未在本月初 巨峰海伦造成的灾情中恢复 哈里斯的耳语门事件 即是这一个就是 It's a life field 不仅引发外界对它能力的质疑 即是你在做假 我昨天都说过 60 Minutes的节目 两个相包的 录两段 播一段 即是不好了 你剪掉它 作为一段新的 看到对它能力的质疑 也会可能 为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 平天变数 那当然对于哈里斯是不利 那当然这个情况之下 民主党开始唱爱兵 怎么这么说呢 党内不安情绪日益增长 尽管哈里斯迅速接向总统提名 在党内大会上获得热烈支持 并成功募款 甚至无一度超越拜登的民意调查数字 但选情未如预期中取得重大突破 党内开始担忧是否会重度2016年 前国务卿希拉莉败选的福祉 我希望这个事情成真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9报道 据消息人士透露 民主党内部队资源投放的策略产生分歧 开始有分歧了 你现在赢中的 我想问赢中的态势 你怎会有分歧呢 你只是说咬得很紧 或者是觉得输紧的 你才有分歧 吵架的会远都是一些 开始觉得有些问题出现 就是You blame me I blame you 的情况 而这个报道不是我说的 不是Fox News 是CNN 10月9日的报道 虽然哈里斯的竞争团体淡化了近期的民调结果 但在多个关键摇摆州的选程 依然僵持不下 使得部分人士对他的胜选能力产生疑虑 尤其他并未经过激烈的初选竞争 直接获得提名 就开始翻旧仗了 但谁搞出来的呢 Hitary Clinton Obama Nancy Pelosi George Soros 你们这群人搞出来的嘛 关于选民目标群体的策略 党内出现争议 一部分人主张应该争取对Trump 失望的共和党中间选民 就是那些independent voters undecided那些 另一方面呢 另一批人呢 就认为应该更加着重于 动员男性和少数族裔选民 这些肯定的极左派 就是那些男性 就是那些男性 少数族裔 动员他们 去到这个地方 你有选战策略的分歧 而搞到这样呢 他们在哭哀兵 Harris的竞选团队 将主要精力集中到七个摇摆州 这些州可能会决定选举的最终结果 他的团队正在考虑两条潜在的胜利路径 这个是Blue Wall和Sun Belt 什么是Blue Wall Pacific Blue Wall OK 即是什么是Blue Wall 从Washington,Oregon 到California 这个Blue Wall Sun Belt是什么意思呢 Sun Belt当然是Arizona Arizona 那个地方叫Sun Belt Florida Georgia Texas 你赢到Texas 我想你已经赢了 如果你Harris赢到Texas Texas Florida 基本上你赢的机会 极未 OK 你要Georgia 紐約 Arizona Maybe 但我会觉得现在这两个州 就算做Pyman的调查都显示 Trump正在赢的 Blue Wall 涵盖了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的 传统民主党的大本营 例如 Pasific有Blue Wall 还有Atlantic有Blue Wall 他说的Blue Wall 他说的 Pansylvania Michigan Wisconsin 其实这些叫Blue Wall 也叫Russ Belt 即是铁锁大 其实以前的重工业的地方 但后来没落 比如Detroit以前是汽车出产中心 小弟当时读Geography 都是Detroit 是Car Manufacturing的中心 但现在呢 金飞色比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全球化嘛 海外设工厂 减低成本 导致美国原有的美国人 没有工做 是吧 记不记得 九十年代香港的情况 那些厂设计在东莞 你看看 杰斯也知道 设计在东莞 那时候去的地方 就说 哇 盘盘盘盘盘 但是香港的人呢 香港的工人呢 没有了 产业转型 如果香港是小经济 可以转向服务业 美国不可能这样的嘛 你叫Pansylvania Michigan 和Wisconsin 一些 一些 工作人员 那是怎么算呢 劉浪仔之哥 Ohio的Senator J.D. Vance 现在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希望成为副总统 特朗普都说 可能 2028年的时候 特朗普一定不会再选 因为宪法不让他再选 他也不会再选 那么2028年的时候 可能J.D. Vance 可能J.D. Vance 如果能够 在这四年表现得好的话 分分钟成为了四年后的一个 民主党新生代 中生代的重要的候选人 那么Blue Wall 民主党说的Blue Wall 就是Pansylvania Michigan 和Wisconsin 就是Russ Belt 这些州2020年的大选中 帮助拜登取得醒来 但是在2016年呢 特朗普曾经成功翻转这些州 让他们成为选战的重要焦点 另外所谓的Sun Belt 阳光地带 包括了南部和西南部 Arizona Florida Georgia 和Texas 这些州 过去多数都是共和党的地盘 但近年随着 人口结构的变化 和年轻选民的增加 逐渐变成了摇摆州 就是很多的一些 很多一些 就是支持Harris的人士 而拜登也曾经 2020年在Arizona 和Georgia取得胜利 CNN指出 虽然Harris的团队 认为这两条路径 都有可能带来胜利 但其中 并没有一条能够保证 找赢 因此他们开始借鉴 希拉丽2016年失败的教训 以及拜登2020年成功的经验 积极走访过去支持Trump的 洪州和乡村地区 Harris本人也坦诚 选情紧臭 认为自己是弱势的参选者 尽管他的竞选活动 在能量和基层动员方面 不错 但他的团队 还需要在未来几个星期内 付出更多努力 特别是巩固非裔的男性 和西语是 Hispanic 即是拉丁裔的 选民的支持 那么 报道引述呢 随着选战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民主党里面的焦虑情绪仍然在幻言 选情的交着 对于目标选民的争议 令人不禁担忧这选举 会否重蹈2016年希拉丽败选的覆车 OK 那当然 吸金能力继续很强的 那么哈利斯呢 就说他7月投入大选 就是大选这个活动以来 他的竞选团队和相关政治委员会 已经没有10亿美年1亿美金的捐款了 哇 好像恭喜你了 但是我想说 如果这个人 能够在这么多的华尔街集团深层政府 拿这么多的钱 是不是 这么多的人可以给钱给他 我想问他 他是哪一个人 促勇出来的呢 他代表什么呢 你说很多小额的人捐款给他的 化整为零 It's a matter of contoring up 一样东西 你说是不是真的很多人愿意捐钱给你 你想想一个基本的现实 支持他那些都是窮L来的 如果真是那些窮人的 他哪里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小额募款呢 如果你认为很多人都愿意给的 中产愿意给的 中产愿意给钱给你的 那你说这些钱 究竟是哪些人给你的呢 说清楚说明白吗 OK 拜登在今年7月21日宣布退出总统大选 支持Harris投入竞选 自此之后 Harris团队和民主党各个政治组织 无共粗途非快 光是Harris宣布参选之后24个小时 收到8100万美元捐款 你想想 这个就已经开始了8% 都是这个地方来的 民主党全代会提名Harris 这个候选人之后 当天已经没得2500万美元 消息人士在9月透露 自从Harris投入大选资金 已经没得10亿美金的竞选款項 大幅领先Trump团队所没得的数 距离投票11月5日仍然有一段时间 那现在Harris的权队 预计将会没得更多竞选资金 而这些钱又是谁给他的呢 大家想一想 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 哪个真正给钱你 直接或间接 最后的终极捐款人 究竟是哪些人呢 你想一想 这个才是我觉得最大 我们需要去讨论的问题 那当然了 说回巨峰的问题 大家都会觉得 两个人有很多的看法 拜登最新的消息就是 特朗普不断攻击联邦政府 散布假讯息 就说我们没有帮海伦的巨峰 导致的灾害 你们全部呢 这些是说的大话 说你完全是说的大话 说呢 Thema做不了事 接着找一个scapegoal出来 就找了一个共和党的众议员 Majori Taylor Green 他是乔治亚州的Georgia的众议员 他就说呢 你说联邦政府可以控制天气 呼风唤雨 你竟然是传递假消息 那当然了 他说这些都是miss rap 这个不是Donald Trump说的 是这个联邦众议员 共和党籍的Majori Taylor Green 就算是这样 接着你就打杜草人 打他就等于打Trump 接着说呢 这些共和党的反对人士 这样做法呢 为什么会这样对政府的回应呢 然后拜登就说 I don't know I simply don't know I use a phrase more than I did in my whole career Un-American It's un-American 非美国人 It's not who in the hell we are 又在讲粗口 Who in the hell we are 即是他们往往都是讲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人很粗劳 这个人呢 他说的是什么呢 喂 拜登政府给2000万个餐 4000万公升的水 是预防未来的这个风暴 还有很多军事的团体 也都相当可以帮助大家的 第一 这些东西 我再说一次 一早每一个居民自力已经搞定 你要做这些东西 基本上不是向你联邦政府拿的 很多人已经有了 没有 当然没有 没有的人了 没有的人呢 教会帮 当地的郡市 州政府帮 你联邦FEMA 有没有跟别人统筹各方面的需要 帮到位呢 如果一个州本身是成功的 我相信Dissantis 治下的佛罗里达州是非常成功的 拜登都赞这个州 你既然赞这个州 你既然赞的话 你FEMA 基本上是保位的 州有些地方不行 他向你要 然后你帮他 而不是你今时今日 他自己创造出一个 好像共产党式 2000万个餐盒 4000万公升的水 喂 这些这样的说法 基本上是自己做出来的一些 宣传 文宣多于一切 OK 那么拜登说 We've got your back 就是我们会帮你的 就是说 有哈里斯 有卡马拉同志 卡马拉同志 就会在这个地方 去rescue recover and rebuild 拗拗 rescue recover and rebuild 就是去拯救 去复原 重建 全部靠我们 重建 你到时都不是做总统 从什么一件 所以我们最后 就觉得非常可笑 当然在这个情况下 在打稻草人 丑水花一大堆 就不断都有 那就是 未来会怎样变化呢 这个就很值得拭目以待 未来的局势 会怎样发展 那么 最新来说 就会看到 就是 这些消息 应该是最新 立河含开 我现在讲的最新的消息 那么 我们会看到 双方的候选人 会继续去 在这个不同的地方做竞选 那么当然 特朗普和Harris 会继续去做这件事的 你们都不要要求两个候选人 我都不要 我不要求 Harris去 Florida is really unrealistic 也都不合理 unreasonable 而同时 我都不会要求特朗普去Florida 的地方做什么 看风 在风眼那里看 然后之后救灾 我不认为这两个候选人 应该去那地方 所以他们两个 会去哪里呢 我不会怪的 千万不要怪 有一个就是 这个 首先讲的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就是说 在Detroit Economic Club 抵特律的经济俱乐部 去做一个演讲 他在Pansylvania 做完 周三做完 风尘破破 就去了 Detroit Economic Club 而这个 哈里斯 就去 参与 拉斯维加斯 Town Hall Univision 演讲 也都是一个 Phoenix 在这个凤凰城 一个傍晚的造势大会 跟着呢 继续和白宫有紧密联系 去监控整个联邦灾难 应对的措施 而 Trump 也都是 send一个message 给这些人 就是受这个Milton 和海伦 这两个台风影响的 他都赞美了佛罗里达州 乔治亚州 和南卡州 这些州长 共和党的州长的努力 但是呢 他说呢 联邦的应对是缺乏的 尤其是在北卡州 是尤其严重 那么 当然北卡州是摇摇州了 而且他都是 认为呢 政府 在海伦台风之后 海伦巨峰之后 是没有做到应该要做的事情 那么 他就说呢 北卡州呢 尤其是呢 就是 不要 就是 他们使得很多人呢 就是 没有安全感 也都是 很不公正地 承受很多灾难 那么 这件事呢 就是 Joe Biden 尤其说 你们全部讲假话来的 我们有帮下 他说呢 Milton 是百年一遇的大风 It's looking like the storm of the century 就是百年一遇的预风 跟着他自己呢 就 原先上德国和安哥拉 安哥拉 就在非洲 那么 于是乎呢 就postpone它 就是这个延五 那是对的 那么跟着他呢 和哈利斯呢 就一起是 和很多的 高级的官员呢 就在这个 situation room 就是这个 应对的 这个 战程室呢 去讨论呢 如何去回应这个风灾 那么 他们都利用这些选举活动呢 去 做他们应该做的事 也希望他们在 他们希望开拓的 或者巩固的选民里面呢 去争取更多的得着 比如说 Trump 就说呢 在Pansylvania 一些拉丁瑞选民的区域 例如Redding 英国也有雷丁 Redding 但是美国也都在 宾夕凡尼亚州有Redding的 那么 他在礼拜三 做过一场 做世大会 也在这个地方 巩固一些有关的选票 哈利斯卡玛拉呢 就更加去西边 就是去到一些 这个 拉丁瑞的选民 尤其是拉丁瑞的男性 就是那些Hispanic men 他们希望巩固这些东西 甚至呢 他觉得这个州就是 Hombrus Convall Harris 用这个方式 希望 用西班牙文 来使他们 来满意 那么Harris的 这个竞选 和Tin Walls呢 也都会出席一个 在亚利桑拿州 亚利桑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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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地方 无保不落 所有活动的地方 都基本上 都要他的人参加 基本上这个 就是他们的想法 也都希望呢 花300万 哈利斯的团队 今天就说上个月 已经公布 他现在 在花300万美金 在西语 即是西班牙语言的 电台 放广告 也都希望在一些 baseball games 一些篮球的比赛 拳击的赛事里面 做广告的 而奥巴马 亦都是周四晚 继续帮他们 在匹兹堡 就是和Harris同台 来支持他 那么基本上呢 就是 奥巴马 就是 基本上是 最紧要 就是 最后 林一脚 劝拜登走的人 OK 那么这个奥巴马 和哈利斯呢 就是曾经是两个 20年里面都是朋友的了 OK 他们两个发生什么关系 不要问我 你问他 那而他呢 是在这个 奥巴马 也都是呢 就是曾经 伊利洛州 就是Chicago 那个state 伊利洛州呢 去参加 参选这个参议院的 而当然呢 当 奥巴马 在2008年 争取这个 成为总统的时候呢 卡玛拉 Harris呢 卡玛拉同事呢 就是帮拜登 跟手去助线的 那这些情况的话 会继续这样延续下去 那我们会每日呢 都会 定时定口呢 跟大家报道 美国大选的情况 我虽然我没有保证 天天都会这样说 但因为新闻真的很多 那希望每一日 听我这个 就是节目呢 可以用一个钟头的时间 或者更加短 可以呢 精简地了解 美国选情 那希望大家喜欢啦 那我们会讲其他题目的 今天希望在新桑的神州 和大家见面 星期六就会播出 明天继续讲美国大选 到时都会再和大家见面 好 明天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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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